不喜歡太混亂的人 簡單 很簡單的人 反正我會有我自己的一個軌道 有沒有 我反正就照這樣做 然後以後我也很省的麻煩 不會忘記 OK 所以這個完成之後的話就加起來 但是 一樣嘛 我們客人主軸第一個是 以色的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VBA 所以問題來了 請幫我寫一個程式 就是假如我不要用sumif這個函數 我是希望說請你幫我寫一個VBA程式 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右鍵有沒有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寫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產線人員工資之合之類的 Enter 然後呢 你執行之後呢 他就可以把這個工資算出來 不是用函數 我用VBA 那該如何寫 OK 如果假設是一個考試的話 大部分同學應該要繳白券 沒關係啦 每一堂都沒教過 可是我跟各位講 我試了一下 你說那個Charge GPT 對 其實如果 以前這件事情真的還是要等我教對不對 可是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懂Charge GPT 我發現很多學習是其實可以不一樣的 就是你可以把Charge GPT打開來 然後你把那個問題輸入上去 Enter 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好 那 只是說你要表達 OK 精確 你不要亂問 亂問他看不懂 也是 但也不要把那個問題想太複雜 像我的習慣就平鋪持續嘛 比如說要什麼 那我禮貌一下 請幫我寫 要這麼禮貌 也要對他客氣一點嘛 OK 請幫我寫一個VBA好了 VBA程式 所以先跟他講哪一種程式 然後再跟他講說你的需求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說 可能我 不用我了 將A欄的 A欄的什麼 其實A欄 部門為 產線開頭好了 反正他應該 他沒有那麼笨 你不要以為他看不懂 他其實切齒還切蠻厲害 開頭 產線開頭的 資料 應該是找出好了 應該是找出好了 這樣找出 然後呢 並 並加總 並加總 C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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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並 並加總 C欄 C欄 的薪資 OK 這樣好了 就簡單好了 應該這樣看得懂嗎 幫我幫我寫一個VBA程式 幫我寫一個VBA程式 然後找出A欄的部門 A欄部門為產線 如果怕他看不懂 也許你加個雙尾號好了 產線開頭的資料之類的 我們加一個 我們加一個好了 他發那個 的資料 OK 然後 如果你要輸出到哪裡呢 比如說你要輸出到 並輸出到12儲存格也可以 OK 我們試試看好了 我後來發現 其實你不用跟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應該就寫得出來 然後我們要 Send這個Message 那這個聊天機器人就收到了 而且他在很短的時間內 他會跟你講說 當然可以 以下是一個簡單的VBA程式 然後呢 他說 什麼 我可以幫你找出A欄部門 以產線開頭的資料 OK 然後並加上那個 加總對應的資料 好像他滿 他還重複一下我的問題 他就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了 而且你會發現 Sub這個名稱 他是叫什麼 Concrete Total Salary 其實他只是把它翻成英文而已 然後 宣告 這個宣告其實可以刪掉沒關係 如果說你想要試試看 OK 你可以copy這個程式 OK Copy 然後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就OK了 有沒有 當然你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它給我們的程式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來亂亂看好了 看他 O不O不O OK 不過看起來好像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裡面寫的到底O不O OK 我先來檢查一下 這個可以先略過沒關係 他是先怎麼樣 先幫我把這個 這個什麼 向下追蹤 不過他向下追蹤很妙 他是從上往下追蹤 所以追蹤應該會追蹤到 這個 11啦 OK 那也是取得什麼 最後一列的位置 當然我們前面教是從上往下追蹤 有沒有 其實道理一樣 然後再跑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 是抓開頭 Labs有沒有 這個資料裡面的前兩個字 是不是等於產線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幫我累加起來 欸 看起來好像沒問題 那只是說最後他把結果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一個叫Message Box裡面 欸 對對 跳出一個訊息方塊 而不是跳到這裡 像是那個時間的那個 對 類似 不過沒關係啊 你可以把這個結果怎麼樣 改一下 改成丟到這裡一樣 你就用Range 1 2就可以了 然後來試試看好了 執行一下 欸有沒有 238810應該沒錯啦 好像跟剛剛一樣有沒有 欸 他寫好了 OK 你會寫了吧 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問很複雜的問題 他就幫你寫完了 那最後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這個 最後他是用Message Box 並不是放在那邊啊 那怎麼辦 應該會改吧 所以啊 TricePG第一個它會產生 第二個給你的程式你要看得懂 而且要會改 那如果有Bug 你要知道哪裡有Bug 所以啊 以後學習的 學習的 這個可能 重點也許慢慢要擺在修改 跟除錯 有沒有 以前的話 可能還要慢慢累積經驗 那現在好像經驗的部分可以 暫時因為有TricePG 所以最後的話很簡單 可以把這個是最後 其實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剛剛的加總結果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它 這個前面有沒有 我前面改成 這個我把它註解 註解是加一個單引號 然後我要丟哪裡 丟這個嘛 所以你丟哪裡你就打一個叫什麼 Ranch 然後刮斧 12 對 然後呢 等於什麼 等於就是這個東西 叫Total salary 這個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放到這個後面來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放到這個後面來 這樣OK了 其實只有改這個地方 其他都沒改 然後把它執行看看 看會不會OK 如果OK的話 哇 這太棒了 這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 Charge V真的是太方便了 有沒有 看到結果了吧 OK 所以最近在一在討論 而且蠻夯的啦 你不管在哪裡 可能我接觸到的那個同溫層 大部分都是有這種需求的人 大部分開會都是什麼 深層是AI 什麼AI 然後股票也說AI 什麼都AI 然後呢 好像你不知道這個AI 好像真的是 是不行的一個事情 那我真的 連現在最近上課也都在討論的東西 所以我也把它融入進 好吧 可以喔 所以其實這站在學習的角度來看 真的會有一個很大的革新 OK 所以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請你們把上禮拜這個範例打開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沒有用Charge GPT 你Google查一下GPT 然後登錄 Login的話 你用 它會出現那個Google的 所以你用Google帳號先登錄一下 然後登錄之後呢 你再選那個Google login 它就會進到這邊 然後你丟問題 我剛剛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 請幫我寫一個 而且我問題還沒 我只是大概敘述它就會了 那所以如果我問得更詳細的話 好像也沒比較好 我反而講太多的時候 他反而寫出來反而寫錯 我反而簡單跟他講 他還比較能夠知道我在問什麼 OK 試試看好了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haircut お願いします 眼睛 你看些日子 好 回嘴 太遠 很久 你 感谢观看